台湾艺人吴康仁近期签约内地经纪公司引发舆论关注 有网友爆料吴康仁曾参与太阳花运动 至于其立场有问题 如果以前对两岸关系有过模糊认识 说过错话 做过错事 只要能与台独划清界限 认同一个中国原则 认同自己是中国人 愿意参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愿意来大陆交流 来大陆发展 我们都欢迎 大陆在近三年多次有大型军演 尽管大陆方面强调 针对的目标不是台湾民众 不过其实这几年也让两岸的民众忧虑也麻木 比如这一次的军演 两岸的股市其实没有受到太多波动 这个现象也十分奇怪 那包含在这个台湾方面民调其实也多次显示 民众还是希望能够维持现状 尤其是中华民国存在客观事实下 能够保留 就是说两岸能够维持现状的情况下 请问国财办如何回应 以防应该是在北京 所以你没有关注到 当天台股震荡下跌 引起投资者的紧张忧虑 也引发台湾社会各界关注讨论 这是事实 要和平要发展 要交流要合作 是岛内的主流民意 赖清德谋独挑衅行径 序域升高两岸紧张局势 危害台海和平 以岛内主流民意背道而驰 这也是事实 台湾艺人吴康仁 近期签约内地经纪公司 引发舆论关注 有网友爆料 吴康仁曾参与太阳花运动 至于其立场有问题 想请问发言人 对此有何评论 谢谢 我们一贯鼓励支持和加强 两岸民间各领域交流 对于台湾同胞 包括青年 基层民众 艺人等等 如果以前对两岸关系 有过模糊认识 说过错话 做过错事 只要能与台独划清界限 认同一个中国原则 认同自己是中国人 愿意参与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 愿意来大陆交流 来大陆发展 我们都欢迎 并且努力为他们发展好 圆梦想 提供舞台 你被国台办点名是顽固台独分子 你怎么看这个部分 这个第一个 我现在在考虑要台湾要把控告 国台办这些发言人 对我公然恐吓 所以我要把他在法院立个案 以后他们到台湾来 要送他进法院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的讲法就是说 他们那么高调的恐吓我 什么铁拳重击什么这些 就是怕我在讲话 为什么怕我 那么这个就让我们想到说 以前这个孟子滕文宫下篇 讲说孔子成春秋 乱成贼子剧 所以今天这个国台办呢 是其他对我害怕 为什么害怕 因为他们就乱臣贼子 所以我经常指出来 他们这个乱臣贼子的 种种恶行 所以他们害怕 那么所以乱臣贼子 怎么定义啊 我们知道 1948年 联合国人权公约 明明白白指出来说 任何地方的主权 是在人民手里面 那么所有 要经过人民 投票 统一授权的政权 才是合法的 共产党没有经过 人民投票授权 他们是枪杆着出政权 是以暴力夺取政权的 所以它是乱臣贼子 所以这个是共产党的本质 这么乱臣贼子 以现代文明的角度 它是个非法的一个集团 所以它没有资格 代表中国人民 当然没有资格制定法律 更没有资格 对台湾进行恐吓 所以我经常回应 国台办这些官员 请你回去念一念 联合国人权宣言 是什么内容 什么叫做主权在民 什么叫做人民公决 人民自决权 去看一看 今天中国的主权 在中国人民手里 你共产党没有经过 中国人民授权 你没有资格 说代表中国人民 台湾的主权在台湾人民手里 你也没有资格 对台湾的事情说三道四 尤其是你把宪法 写说台湾是你中华人民共和国 不可分割的领土 这个完全是伟造文殊 希望窜 窜取台湾的主权 所以你是乱臣贼子 乱臣贼子呢 你请你自修 去研究一下 这个人权宣言 研究一下主权在民 和人民自决的这个概念 好吧 做点功课 不要一笑大方 好不好 补一下这个印太战略智库的成立 对 今天 斯坂明夫先生在这里成立 印太战略智库 我们特别跑来恭喜 这个 麻西 不好意思 我想他这个智库将会提供很多 这个有关于印太地区 中国 还有台湾的宝贵的意见跟讯息给大家 所以我们恭喜这个 最后的成立 董事长刚会也是成立了今天 您被国台办点名 是这个顽固台独分子 你怎么看这个部分 这个 这个第一个 我现在在考虑要台湾要把 控告 这个国台办这些发言人 对我公然恐吓 所以我要把他在法院立个案 以后他们到台湾来 要送他进法院 这是第一个了 第二个了 我的讲法就是说 他们那么高调的恐吓我 什么铁拳重击什么之类 就是怕我在讲话 为什么怕我 那么这个就让我们想到说 以前这个孟子腾文宫下篇 讲说 孔子成春秋 乱成贼子巨 孔子的春秋是讲 公元前722年到公元前481年 叫鲁国的历史 历史他对很多的王公大臣 所作所为 做出来批评 所以孟子说 孔子把那个春秋写完了之后 很多那个乱成贼子都害怕 害怕孔子把他批评以后 遗臭万年 所以今天这个国内办 是其他对我害怕 为什么害怕 因为他们就乱成贼子 所以我经常指出来 他们那个乱成贼子的 种种恶行 所以他们害怕 那么所以乱成贼子 怎么定义 我们知道1948年 联合国人权公约 明明白白指出来说 任何地方的主权 是在人民手里面 那么所有 要经过人民投票 统一授权的政权 才是合法的 共产党没有经过人民 投票授权 他们是枪杆着出政权 是以暴力夺取政权的 所以它是乱成贼子 所以这个是共产党的本质 这不乱成贼子 以现代文明的角度 它是个非法的一个集团 所以它没有资格代表中国人民 当然没有资格制定法律 更没有资格对台湾进行恐吓 所以我经常回应国台办这些官员 请你回去念一念 联合国人权宣言是什么内容 什么叫做主权在民 什么叫做人民公决 人民自决权 去看一看 今天中国的主权 在中国人民手里 你共产党没有经过 中国人民授权 你没有资格 所代表中国人民 台湾的主权 在台湾人民手里 你也没有资格对台湾的事情 说三道四 尤其是你把宪法 写说台湾是你中华人民共和国 不可分割的领土 这个完全是伟造文书 希望窜取台湾的主权 所以你是乱臣贼子 乱臣贼子呢 你请你自修 去研究一下 这个人权宣言 研究一下主权在民 和人民自决的这个概念 好不好 做点功课 不要一笑大方 好不好 说那我们再问你说 这个APEC好像 我们本来是希望是 前部总统陈建仁来出席 那现在好像听说 这个中国大陆施压 我们没有办法 陈建仁无法出席 那可能要另派人选 你怎么看这个部分 这种施压其实就是 中共的丑态毕露 你一个非法的乱臣贼子 到处危和恐吓 想阻碍台湾加入国际社会 这不可能的 而且我认为 中共现在经济崩溃 它这个没有几天好日子过 回家好好 为自己的事情忙一忙 不要来打乱 搅乱台湾 军机绕台 军机绕台 恐吓不了台湾人民 请回去 谢谢 我想请问一下 你觉得简单说的话 觉得中共政权对台湾造成的 对台湾跟人民造成的 主要的威胁是什么 今天中共敢不敢打台湾 当然不敢 你看这两年 有11个国家 派军舰通过台湾海峡 表示台湾海峡是国际公海 不是你中共国的内海 你休想把台湾吞并 把台湾海峡变成中国的内海 所以中共不敢攻打台湾 那怎么看今天的军舰 那么今天军舰就吓唬你 你不怕的是 鼓派人要怕怕不怕 所以你要跟中共讲 不要来这一套 没有用啦 回去管好自己的事情 国台办事室导致声称说 这一次的军演不是针对台湾民众 而是针对赖清德总统的台独言论 怎么看 鬼话嘛 就是想来 今天中共军演就想要吓台湾一部分人 因为害怕 然后在台湾 想推翻台湾的政府 理应外合 那么这个是中共打的如意算盘 这不可能成功的 好吧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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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